世界上最神秘十个的禁忌之地 其中一个曾是经典观光圣地 如今变成禁忌 另一个被誉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地方 更有一处深藏着超自然之谜 今天世界之眼就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世界上最神秘十个的禁忌之地 这些禁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奥秘与不安 准备好挑战你的好奇心了吗 现在就开始看吧 第十名 Maskory 位于俄罗斯巴士基尔共和国南乌拉尔山脉的Maskory 或许是世界上少数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功能城市之一 尽管估计有大约一万六千人口 但这个城市对外是完全封闭的 Maskory居心于1979年建立 并在1995年正式被宣布为城市 这里拥有一个山区基地 俄罗斯政府在这里进行多个极机密的军事项目 城市的居民都是俄罗斯政府的雇员或其家属 这也是为何能够保持城市的隐秘性 关于这座城市的消息有限 但有可能是苏联在冷战时期 存放73枚核弹头的地方 也有消息指称 此处是俄罗斯死亡之首计划的所在地 据说该计划可以自动发动核攻击 对这座城市了解越少 传闻就越多 有人声称 这里是俄罗斯保留外星存在证据 和开发下一代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地方 但无论真相如何 对于一般公民或游客而言 要探索这个城市是不可能的 如果未经许可靠近 很快就会面对枪口并肩一远离 第九名北绍兵岛 北绍兵岛位于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中 属于印度领海范围内 虽然安达曼群岛的大部分岛屿对游客开放 提供正如你所期待的热带岛屿度假所需 但前往北绍兵岛是严格禁止的 以保护居住在那里的人们 对外界来说 他们被称为色提内里斯人 他们是世界上最后几个 完全与外界隔绝的部落之一 这种隔绝的原因可以追溯到 几个世纪前的不幸相遇 自从发生了一系列与经过此岛的船只的 不幸事件后 塞提内里斯人现在是任何外界人士 访问该岛位侵略行为 并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例如 2006年两名被困在岛上海滩的渔民 被岛民迅速处决 还有一名在2018年 试图与他们接触的美国船教士 也是如此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该岛州围舍有5英里的禁止进入区域 由印度海军定期巡舵 旨在让塞提内里斯人 能够在和平中过上自己的生活 不会受到不受欢迎的访客的干扰 第八名 普拉提卡布拉纳 捷克共和国的布西米亚瑞士 位于该国西北部 在这片区域里 有一座令人惊艳的自然杀岩拱门 称为普拉提卡布拉纳 这座拱门高52英尺 宽26英尺 总跨度为87英尺 曾经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吸引游客远道而来 想要踏足这个臭名昭著的拱门 然而 人流量增加 导致这个拱门开始遭受严重侵蚀 人们担心它有一天会崩塌 这不仅将意味着该国失去了一个重要地标 还可能引发巨大的人道灾难 因此 自1982年起决定禁止所有人踏足这座拱门 只能从远处观看 自从实施新规定后 这个拱门的侵蚀速度有所减缓 但即便没有游客的帮助 它仍在逐渐侵蚀 它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崩塌 但多亏这项禁令 它的崩溃时间现在要远得多 第七名 波维利亚 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西湖 是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封闭海湾 拥有多个受保护的岛屿 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本身 这座城市实际上建在118个小岛上 有400多座桥梁相连 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周围的岛屿曾经是支持主要城市中心的一部分 其中一座名为波维利亚的岛屿已被遗弃 进入受到高度限制 不是因为当今有什么事件发生在那里 而是因为它曾有传奇的过去 该岛最初有居民居住 但在1379年的战争中 居民逃离 将近400年它被遗弃 1776年 威尼斯当局将其视为建立检疫站的理想地点 当时威尼斯成为旅游和贸易的中心 但人们带来疾病 如瘟疫的风险不断增加 所以任何出现症状的人都必须前往该岛 该岛被用于此目的将近一个世纪 然后在1922年 这些建筑被改建成为精神病院 最终在1968年被遗弃 在这两个用途期间 许多人在波维利亚上死亡 既因为疾病也因为虐待 近年来 它成为了人们口中地球上最鬼魅的地方 然而 土壤中可能存在的历史疾病被视为最大的威胁 为防止这些疾病再次出现 并传染给现代城市 任何踏足该岛的人都会面临严厉惩罚 第六名 赫德岛 澳洲赫德岛虽然位于澳洲的管辖范围内 但却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 位于珀斯西南约2500英里处 同时距离南非东南约2600英里 在印度洋上 在赫德岛级周围的麦当劳群岛 你可以找到澳洲唯一的两座火火山 其中一座梅森峰是澳洲最高的山脉 海拔达906英尺 这些岛屿覆盖住41个独立的冰川 是许多不同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家园 尽管这些岛屿的起源是火山活动 但主要由石灰岩和其他散布的岩石组成 相对于其他岛屿 它们相对脆弱 这就是卫石膜澳洲禁止游客前往的原因 当然 这是一个极度偏远的地方 几乎没有机会有人会到达赫德岛 除非它是他们特定的目的地 因此 随着这些规定的实施 过去半个是寄队该岛的探索行行 少于登月的探险次数 第五名 普鲁图门 古代文明有许多仪式和传统对 现代文化来说可能显得奇怪 但这些超自然信仰背后 通常都有充分的原因 有一个禁地至今仍然危险 被称为普鲁图门 这个地点在现今的土耳其 是古希腊人熟知的地方 位于当时的西罗波利斯城中 这是一个供奉地下世界神奇普鲁托的圣地 是一个只能容纳一人的小洞穴 古代知名作家提及此地 实称之为极度危险的地方 只有最虔诚的人能 安然进入并返回 当时该洞穴前还建有一座建筑物 同样是致命的区域 以至于有商贩向游客贩卖动物 让游客放置在洞口旁 观察图门多快就会死亡 听起来像是传说 但实际上有科学根据 近期发现普鲁图门四周的岩石 存在一系列裂缝 透过其中渗透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由于此气体无色 且比空气密度更高 任何进入洞穴 且正常呼吸的人都会迅速受到影响 因此游客被严禁接近此地 第四名蛇岛 世界上有许多威胁的岛屿 但其中一个让人最容易遇到致命危险的地方 就是巴西圣保罗附近的伊利亚德卡马拉格兰德岛 位于海岸约21英里外 此岛普遍被称为蛇岛 有充分的理由让海军队该地区进行巡逻 以防止任何人前往 这是因为这里栖息着世界上 可能是最致命的蛇类之一 尽到海蛇 而且数量庞大 数千年前 海平面上升导致该岛与陆地隔绝 少量蛇类被困在岛上 它们原本可以广泛寻找食物 现在只能依赖千喜经过病 停留在岛上的鸟类 这迫使它们在进化中产生的变化 发展出更降的毒液 一旦被咬 这种毒液会使鸟类几乎立即死亡 蛇随即就会进食 据估计 每11平方英尺就有一条蛇 它们在岛上的数量非常庞大 如果你进入森林地区 几乎到处都能看到驼门 幸运的是 目前还没有人确切知道 这种毒液对人类的效应有多强 因为很少有人被蛇咬过 但如果以鸟类的反应来判断 毒液很可能会在人类 接受任何解毒剂或治疗前 造成致命影响 第三名 苏尔特西 1963年11月14日 在冰岛南部海岸 开始了一场巨大的水下火山爆发 这场爆发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成为有史以来最独特的科学实验之一 到了1967年6月 一个全新的岛屿群形成了 其中最大的一个被称为苏尔特西 它让科学家们对岛屿的形成过程 有了惊人的见解 其他形成物很快在海洋侵蚀下磨损消失 但苏尔特西至今仍然存在 与纪约在一个世纪后将再次沉入海中 长期以来 苏尔特西一直是受保护的地方 只有经受权的研究人员才被允许接近 这与安全无关 而是为了防止对岛上的污染 以便研究人员能进一步研究新岛的发展 例如 细菌 真菌和霉菌 是最早出现在苏尔特西上的生物 它们未能够支持 更复杂生命的生态系统提供了基础 据信 该地区有89种鸟类和335种无脊椎动物 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计还会增加 第二名 尼亚乌 夏威夷群岛中最西端 第七大的岛屿被称为尼亚乌 占地面积69平方英里 位于考埃岛西南17英里 尼亚乌是一个郁郁葱葱的湿地地区 与夏威夷其他地方一样美丽 但你在那里找不到度假圣地 最接近的方式是大城半天的直升机关光游览岛屿 这是由于一项不寻常的政治协议 意味着只有京岛主授权的人才可以解放 而且他们兑换饮水十分严格 1864年 尼亚乌被夏威夷王国以1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给伊丽莎白 辛克莱尔 相当于今天的17万美元左右 目前仍有罗宾逊家族掌控 岛上只有家族成员和亲戚 美国海军人员 政府官员 以及偶尔受邀的客人可以进入 这促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社区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外界完全无关 他们与美国军方有着长期的关系 甚至在岛上设有一个小型基地 偶尔用于专业训练 目前 尼亚乌岛上大约有170名居民 他们主要靠农业维持经济 几乎是自给自足的 居民不需支付租金 肉类对居民免费 所有的电力来自太阳能 岛上没有汽车 岛民主要靠马匹作为交通工具 第一名 新型胶 澳洲周围的珊瑚礁 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观之一 但澳洲有一个珊瑚礁 是最具摄影性的 被称为新型胶 它是大宝胶的一部分 但略微分离于更大的结构之外 偶然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像新型的形状 被清澈的水环绕 无数物种在珊瑚礁中繁衍生息 它成为了多个旅游宣传活动的中心 吸引了大量想亲身体验的 浮潜者和潜水员 然而 像通常一样 越来越多的游客 导致了对珊瑚礁结构的破坏增加 人们担心如果事态持续下去 新型胶将在几年内 无法修复地受到严重损害 于是决定禁止任何人前往参观 现在 唯一有机会拍摄到 这浪漫景点的方式 就是租用直升机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探索这些禁忌之地的故事 提醒着我们世界的神秘和未知 或许这些地方的禁忌 让我们更好奇 也让我们更珍惜 当前的平安与和平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便随时获得最新的世界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